轴承是用来支撑轴及轴上回转零件的部分 保证轴系零件的旋转精度 减少轴系零件与支撑间的摩擦、磨损 轴承关乎着机械的装置效率、寿命以及经济性等 按照轴承工作的摩擦性质 可分为滑动摩擦轴承和滚动摩擦轴承 滑动轴承一般情况下摩擦的 使用维护复杂 在多数设备中常被滚动轴承代替 但由于滑动轴承具有结构简单 制造、装拆方便、耐冲击性与吸震性好 运动平稳、旋转精度高、使用寿命长等优点 所以仍有广泛应用 滚动轴承是标准部件 用于支撑旋转零件或摆动零件 依靠滚动体与轴承做圈间的滚动接触来工作 摩擦阻力小、启动灵活、效率高 装维护方便、价格低 广泛应用于各类机器中 但抗击能力较差、镜向尺寸比较大 高速重在时寿命较低且噪声较大 所以 这两种轴承你会怎样选择呢?